兄弟们 我这车买完还没上牌 先跌了8000 上完牌 昨天又跌了2万 兄弟们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不能每次总是被一查割一查的胳膊 这个车降2万 我告诉你 它是小钱 为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两天我研究了一下 我顿悟了 你知道吗 在10月份的第一周 这个玩意儿 某斯拉股价跌了16% 就是合计2.3万亿每天 换算成人民币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那就是十几万亿人民币 咱们中国有14亿人口 如果把这个钱给我们的话 等于每个人分1万块钱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那么下次我们再买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先观察一下它的走势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预兆的 它为什么会跌 你们知道吗 因为以前有一句话叫电动汽车 只有某斯拉和其他 以前它是没有对手的 那么现在它的对手来了 我认为全球汽车工业变革时代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今年6月份 国产汽车某亚迪 已经超越了它 成为全球销量最多的电动汽车 就是今年的6月份 而且靠的并不只是我们国内 你知道吗 在欧洲有这么一个S开头的租车平台 它是全欧洲的一个租车平台 像某亚迪订购了10万辆电动汽车 而且这个车还不便宜 某亚迪在我们国内卖30万 你知道出了国卖多少钱吗 50万 某些地区甚至卖到了80万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评论说什么 这辈子不可能买电车 只可能买油车 是不是 这种话我们看到了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销量绑在那边摆着 我们后期贴张图来 这就是某亚迪 那么其他品牌呢 就这么一点点 碾压了局势 现在呢限制新能源行业的并不是有没有人愿意买 简单举个例子吧 如果最近买过车的人应该知道一个现象 如果你去传统燃油车4S店 你去看车 基本上都有现车 随便你一条 你如果去一些新能源品牌 就说某亚迪吧 你去他店里去看一看 没有现车 都要等 限制他的是产能 你知道吗 而不是没人买 当很多人还在嘲笑我们国产汽车的时候 我们国产汽车通过 已经实现了 他现在就是龙头的位置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他的变革真的来了 而且你知道现在有多离谱吗 他花轻易买了八条船 自己送货 你知道吗 干过汽车行业的人应该知道 现在汽车行业 运货运输都是靠着什么 海运 邮轮 咱们现在自己买邮轮 全世界到处送货上门 这就是实力你知道吗 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 避免再次出现被人卡脖子的这种情况 我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特别的兴奋 我特别的有自豪感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掉就让它掉吧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